日前刘一飞趁有空,亲自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到咖啡店,与一名头戴棒球帽,中性打扮的朋友会面,脸人碰面后,马上有说有笑,相信脸人关系十分亲密。 当时刘一飞身穿脸帽长袖外套,即长牛仔裤,离开店铺时,为了避免被路人认出自己,还戴起帽子遮头,即戴太阳镜遮脸,不过此几栋仍然难掩腥味,刘一飞依然非常有气质。 离开后,刘一飞将跑车驾驶至加油站加油时,竟全程藏在车厢内玩手机,不顾加油站内使用电子产品,容易发生意外的危险,而负责帮忙加油的男员工也没有加以提醒,可见他们的安全意识很低,真是危险。